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优酷公布片单,官方宣布杨子沉香即将上映 六小灵童点名杨子新剧 众所周知,这段时间杨子都在认真拍摄变身 但她还是会偶尔出现给我们带来惊喜 而除了她自己送来的惊喜外 还有代言品牌也经常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杨子 在视频中,杨子穿着白色短袖 以及浅蓝色牛仔裤出现在我们面前 一开始,她就很贴心地跟我们打招呼 真的是太贴心了 如果要评选内蒙古娱乐圈的田几儿 我肯定会投给她 挑战是通过玩游戏介绍产品来消除皮肤问题 我不得不说,这个宣传片真的很有创意 如果所有的广告都这么有创意 网友们怎么会讨厌这个宣传呢 当然,最重要的是该品牌的代言人真的很美 状态很好 网友们忍不住自己多看了几遍 更不用说快进了 而网友们也纷纷感叹,杨子太美了 也有网友问杨子什么时候杀青 说很期待杨子的新剧 说实话,谁不期待杨子的新剧呢 这就说到了杨子的神雕侠侣 毕竟长相思还没有拍完 也没有这么快上线 按理说沉香如碎也早就拍完了 怎么还没如期公布呢 网上有很多信息 但大多是走马观花 可信度不高 一会说暂定6月24日 一会又说7月待定 真是让人等不下去了 而最近,广播品牌优酷也发布了新消息 6月15日,优酷官方视频网站发文称 六合彩给力大侠土豪宝库写TA的超级片单来了 该公司还发布了2022年将播出的电影名单 据悉,该片是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电影股份出品 由中国电影股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电影股份发行 其中包括杨子主演的仙霞巨制丁湘元 官方宣布该剧即将上线 我真的很期待 我真的希望这部剧能尽快开播 我已经等了很久了 网友们自然希望这部剧能早点开播 早点看到杨子 除了香如碎 大家对杨子的新剧长相思也很期待 不仅是大家期待 我们高傲的六公主也很期待 6月15日,1905电影网的官方微博 发布了几部正在拍摄的电视剧 其中包括杨子主演的长相思 并询问哪一部最值得期待 评论区的网友们也一口同声地回答张相思 他们对我们的小瑶非常关心 但是这部剧毕竟没有拍完 所以我们还得再等一等才能看到它 我希望这次苦茶子能遵守诺言 尽快上线杨子的新剧陈香如苏 毕竟,如果他不上线 他就得很快拍完长生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